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看了 别看了 你多大了 你看这个 咱们研究研究怎么能找着这出轨的证据 那很有研究啊 想抓离心出轨太容易了 容易 就没有比抓离心出轨的证据更容易的事了 一杯咖啡 谢谢 不好意思啊 不让读车来吧 谢谢 你妈怎么样了 好多了 那咱们谈正事吧 好 这是我拟好的离婚协议书 你看一下 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 咱们就去公证处签字盖章 然后就能去明镜举办手续了 所有财产平分 对 既然你不愿意把房子过给我 那咱们就都平分 怎么分啊 房子 存款 包括你开的车都要平分 你不会开车呀 你可以折线给我呀 那房子呢 你要是想住的话呢 就把我那一半的钱给我 你要是不想住 就可以过户给我 我自己来付案件 你会折线给我吗 我也可以做一些退让 你要是把房子过给我的话呢 我就不要赡养费了 所以不会折线给你 你不吃亏 你获得自由了 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 信尧 你的条件 我不能答应 我讲信尧不是不讲理的人 我可以要房子也要钱 这都是合乎情理的 因为是你非要跟我离婚 你不用着急答应我 你再考虑考虑吧 岂有此理 这买房子 他们家是出钱了 那总共也就是三分之一 他有脸要一半呢 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大明 你可千万不能答应他们啊 他这叫什么 无理的要挟 不行咱们就上法院 起诉他 我原来以为这件事情挺简单的 可没想到 我早就说过 结婚不简单 这离婚那就更不简单了 儿子 要说人家信尧提这个 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 不是吧 你这是帮哪头啊 咱不是说这个事吗 当初买房的时候 人家也确实出了钱了 那他们出的是小头 咱们家出的可是大头 你看 虽说人家出的是装修的钱 那也算是出了钱了 而且这房子 是在结婚以后买的 这如果算作是 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话 那人家当然有分一半的权利了 不是吧 你这么说 你这 你吓着我了 你知道吗 这我也不太确定啊 不如我找个明白人 问问再说吧 要不然咱们上老黎家问问 这个黎欣他现在 不是闹离婚的吗 得了得了 你别添乱了 好 他们有钱人家 有钱人离婚的更麻烦 这个时候别给人添赌了 要说你和黎欣 还真是亲兄弟 结婚前后脚 这黎 扑一 都这个时候你说这干嘛 爸 嗯 你给出个办法呀 等我打听清楚了再说吧 那现在怎么办啊 只能拖着了先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的订阅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的订阅 又拦了电话 大明还没接电话呀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三天了 不是不接就是挂断 估计我替他条件接受不了 信尧 跟妈说实话 你们有复合的可能吗 话都说绝了 事也做绝了 怎么可能复合 这个婚是肯定要离的 现在就看怎么离 你听我说 你得把心肠放硬一点 咱到时候该要的该争取的 不能喊了 不能便宜了王明轩那小子 您觉得我对王明轩 心肠硬得起来吗 我真的不想把事做绝了 我但凡有一点能力 我绝对不要他一分钱 可是您得看病 您得吃药 我现在又没有工作了 您以为我愿意跟他死破脸皮吗 我多在乎他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每次去跟他谈离婚的时候 我的心都像刀割一样 都像刀割一样疼 疼死了 送我背书 好 宝宝 你是干什么 你要出去吗 是 宝宝 不是妈多让你出去 现在先别出去 过了这段时间再说 好吗 这个时间怎么了 你不知道吗 小黄不真跟你闹离婚吗 你知道他在诉讼 你说你什么吗 说什么呀 出轨 家庭冷暴力 不履行夫妻义务 当然这些他都没有 确凿的证据 咱们可以一一驳回 但是如果你现在出去 万一让他抓入把柄 那你就是往枪口上撞 妈 结婚的时候他都管不了我 现在就要离婚了 他更管不了我 放心吧 抓不到我什么把柄 反正宝宝我跟你说 咱们家那大老虎你爸 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 如果你这种时候 你要再惹事的话 你爸 怎么了 不就是扫地出门吗 反正都分家了 还怕什么呀 是这家吗 就是这儿 这是离心的车吗 是 那好 我进去了 我跟你一块去 没事 都过去了 没事 好 那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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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在这儿开张 干嘛 把手机拿着来 不要动手 告诉你我是律师 请注意你言行 什么意思 拿出来吧 但对你不客气 怎么了 听你话意思好像有威胁成分是吧 我就是在威胁你 我不但要威胁你 我还要动你 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们再动作我保留我权力 我是他老婆 我是来捉奸的 做什么奸啊张小凡 你别血口喷人啊 我们不是要离婚了吗 是要离 不是还没理的吗 你们都少趟这趟浑水 都给我让开 小凡 张凡你快回来 小凡 回来喝酒吧 走开 张小凡 安律师 你车上等我 好 你想干什么 你跑这儿来给我拍照 你可真够狠 我有你狠吗 要不是你们家我会这么做吗 张凡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 你不就想抓我出轨的证据 然后多分过点钱 我妈说的一点都没错 你就是一个只认钱的钱串 你除了钱还有什么 你还能给我什么 张凡那我告诉你 一张照片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你永远都别想得到你想要 那我们就等着瞧 好 这次东湖大厦写字楼二期是很好的机会 我们要一举拿下 这样下半年的销售计划就会提前完成 现在形势非常严峻 竞争也很激烈 大家要挪把力才行 大鸣 我的离婚协议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大鸣 您有什么想法 那个 关于东帝的合同我个人觉得吧 什么东帝 东帝的合同上个月就签了 是东湖 东湖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现在宣布一下纪律 以后开会 大家把手机都关了 那个 东湖 关于东湖 我倒是有一些想法 许总 您先看看 总算还有一个明白人 今儿 多亏你了 别这么客气 怎么 你还在为离婚的事情发愁啊 大鸣 你怎么跑这儿来的 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呀 我只能到这儿来找你 我们谈谈吧 嫂子 那这样你们先谈着 我先走了 再见 对 那就谈谈吧 我出的条件 你都考虑好了吗 你提出的条件 我答应不了 为什么 这套房子 当初虽然你们家也出了钱 但是我们家出的钱比较多 而且是我父母拿的钱 不是我拿的 如果是我拿的也就算了 如果你非想要这套房子的话 你至少也得拿一半钱 那行 房子我不要了 你把我那一半房子的钱给我吧 还有我的上养费 那加起来也差不多一套房子了 行 咱不能这样 我哪样了 王明轩 咱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 你以为我愿意赤裸裸地跟你谈这些事啊 我知道你赚钱不容易 可是你也想想我行吗 我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呢 我妈的病又转成慢性的了 需要前置 你说房子不给我 我搬出来我住哪儿啊 我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 还有我爸 没钱了隔三差五就找我要 你想过我的难处吗 大明 就当我讲信号对不起你了行吗 行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真的 可是你的要求也太过分了 我哪儿过分了 是 我承认 我们的婚姻走到现在 我有责任 可是你呢 你豁出去了就是要跟我离婚 你跟我是真过不下去了呀 还是要把我甩了去找别人 自己心里清楚 我们之间的感情你就一点都不念吗 是我当初提出的离婚 我应该给你赔偿 可就算我答应了我父母也不答应啊 反正我的难处都摆在这儿了 也都跟你说清楚了 本来我还幻想着这段时间 你能好好考虑我们的感情 可现在所谓所为太让我失了 我不伤心吧 当初咱们俩结婚 我父母连棺材本都拿出来买了这套房子 现在你说要走就要走 我怎么办呢 我父母怎么办呢 我们可能这辈子都挣不出一套房子来 行 你要是不同意呢 咱们就法庭上见 上了法院以后 你跟方婷的时候别怪我不留情面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跟方婷没关系 但没有 咱们好去好散排 别弄了跟仇人似的 我的条件就这些 你要是能接受最好 你要是不能接受的话 反正你再考虑考虑吧 这离婚就够寒着呢 现在还要闹上法庭 你说以后我跟你爸这脸往哪搁呀 新姚提出的条件 我只能答应不了 不是他爸 你咨询过了没有啊 新姚提的那些 他再不再理啊 我还真去咨询过了 人家说这个 新的司法解释刚出台 我听着啊 是这么个意思 结婚以后 双方共同购置这个房产 特别是女方人家也出了钱了 那肯定就人家有份 说至于双方各自能分多少 这咱们得到法庭上再说了吧 就算法院判个四六开 他占四成 那咱们也赔不起啊 我说儿子 妈妈说句话 你可别着急 你看 你们俩还有没有不离的可等啊 我们都到这份了 就算我不离 新姚也不同意 房子 存款 包括你开的车 都要拼出来的 我们可能这辈子都挣不出一套房子了 咱们就法庭上见 判个四六开 那咱们也赔不起啊 三明儿 三明儿 给东胡的报价单呢 我讲的 昨天我让你做的呀 不好意思啊 许总 你看我这脑袋 很棒 你忘了 我一会儿就要见东胡的行政统监 你让我拿什么给人看 这对不起 真的 许总 好 您看这个可以吗 这是你做的 那你一会儿跟我去东胡吧 不是经理才能去谈事情吗 我看王经理现在也没心思谈事了 就你跟我去吧 去吧 慢点 怎么跟刚放出来似的呢 冬天晚上到现在 我一会儿回事 也没合约 那你还来找我啊 你不是说你心情不好吗 这是我义不容辞 我义不容达 你外乎人家说 兄弟如手足啊 来 小心儿又找你麻烦了 怎么办 请律师 大公子 美食逼饮 你得算明白这账了 请律师才几个钱 我不是说请不起律师 我说学生 我们毕竟夫妻一场 没必要闹得跟仇人一声 夫妻一场是吗 我告诉你什么叫夫妻一场 昨天晚上 张晓凡居然带着人 来夜店里面拍我出轨的证据 这叫夫妻一场 他以前多乖一女孩啊 现在呢 我看在金钱面前 就没有不低头的人 不要再想想啊 总之我告诉你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你自己一块儿去吧 我去回家睡觉了 走了啊 请把信收好 李总 谁的信啊 谁的信啊 假美女是书 哎 你怎么回事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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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妈 小凡呢 这身妈我可受用不起啊 我跟林欣不是还没离婚呢吗 说吧 有什么吩咐啊 照片您收到了吧 这事是你干的事吗 张小凡 你什么意思啊你 我提出的离婚条件 你们到底能不能接受啊 我请问小凡 如果我们不接受的话 你是不是就把这些照片送到法院去 我跟林欣毕竟是夫妻一场 我觉得还是好聚好散吧 咱们还是私了吧 私了 你这么步步紧逼张小凡 我请问你 你有私了的样子吗 我了解你 我也了解林欣毕竟 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恐怕你们会比我更过分吧 张小凡 你是不是欺人太善 你也知道欺人太善是什么滋味了 那你知道我在你们家 是怎么被你们欺负的吗 好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就告诉你 你提出的离婚条件 我们一条都不会答应 我跟你说小凡 你别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威胁我们 让我们妥协 我还跟你说这官司我们打定了 妈 我看您还是别再冲动了 最好咨询一下律师 慎重考虑一下吧 好啊 我等你的好消息 这怎么办呢 方律师 您好 我是黎太 是这样啊 我有点事情挺着急的想跟你商量一下 那好那好 那咱们一会就见 这个算侵犯隐私权吗 黎太太 这个不是专业招想机拍的 这是手机拍的 而且人家可以说是在夜店玩的时候 无意当中拍的 黎太太 你家的少爷确实有点过分 那你的意思是 目前黎欣和张晓凡并没有离婚 黎欣是婚姻内出轨 证据确诺 张晓凡以此为借口提出离婚 这从舆论和道德上才占了先机 这种情况 法官心里的天平 都会倾向张晓凡的 那该怎么办呢 庭外调节 私了嘛 私了 不私了 不私了就得到法庭 到了法庭也没有多大胜算 而且黎总又是知名人物 到时候媒体再参考一角 把照片公布出去 我就怕 我这心情要怎么办 黎太太 其实张晓凡已经够人意的了 她没有把这件事捅出去 或者把照片传到网上 她怕把事情闹大了 她能主动打电话找你私了 她还是顾起两家的面子 行吧 先这样 您让我再好好想一下 那好吧 好 老李啊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你干什么去了 我逛街去了 说实话 真的逛街去了 你也收到这个了 没有 从茶几下面看到的 老李 你听我跟你说 我不听你说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还隐瞒我 我是想 先去征求一下律师的意见 然后再跟你商量 去把离心叫到我书房去 他 他这会儿应该在睡觉啊 大白天的睡什么觉 这又不是在美国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 我哪知道张晓帆他这么阴险呀 你不给人家制造条件 他怎么阴险你呀 那照都照了 怎么办吧 什么怎么办 你不能说点人话啊 是你离婚的还是我离婚 什么怎么办 我知道怎么办 大不了就打官司吧 打官司 你那么多证据在别人手里 打官司能赢吗 就告诉法官 要钱没有 要命也没有 大不了我就进去蹲几年 反正我一分钱都不会赔给他 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东西来 你生我是没错 可是你没养好我 从小到大你就知道赚钱 你还知道干嘛呀 我变成这样 你们都得负责 混账东西 我他妈挣钱 赚钱是为了谁呀 我哪知道为了谁呀 你要这样我宁可不要这钱 宝宝 宝宝你不能这么跟爸爸说话 你知道吗 小妹 你说一下来 你今天把话都冲回他说出来 好话不说第二遍 说完了 滚 滚回睡觉还是滚出门啊 滚出这个家 滚得远远的 我以后再没有这个儿子 老林 你叫他这儿 宝宝 给你爸道歉 道歉 道歉 你今天才没我这儿子 我早就没你这爹了 你这个 你 你 宝宝 宝宝 老林 这是咱们的儿子 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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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嫂 快拿药来 快快快 快点 老林 老林 冷静点 冷静点 又让老毛轰出来了吧 什么叫轰呀 这回是我自己走出来的 这叫什么事儿呢 咱们自己的事儿 自己的婚姻 他们比咱们还着急 谁说不是呢 我还没怎么着呢 这帮人 又是找律师又是分财产 你说他们到底要指手画脚到什么时候 谁让咱们都是独苗呢 一家就一个 这就是80后的悲哀呀 比如说我 我爸已经对我失去信心了 你看 电话都没一个 好事儿啊 哥们儿 自由万岁啊 好个屁啊 我是自由了 赵亚冬可不行 他还得顾忌他老妈呢 我觉得是吧 我们这家活得特别的累 既没有70后那么多精力 又没有90后活得洒脱 夹在中间了 上面父母管着 夹得咱们透不过气了 中间呢还得努力拼搏 办好我们的三奴 三奴 房奴 车奴 卡奴 是的 还有下面的 要是有了孩子 咱们还得做孩子 很够累 压力啊 你不应该有这样的压力啊 你是富二代有钱人啊 我现在是富二代 正富的父母 怎么打算的啊 没怎么打算 死猪不怕开水烫 还打扫地 有点住吗 没点住的话 咱们俩一块租房子住呗 我还有两套房子 住哪儿不是住啊 要不分你一趟 我可不想寄人理系啊 看看你 这就是富二代 瘦死的骆驼 比马大 兄弟们我跟你说啊 从今往后 谁都不要叫我富二代 谁叫我跟谁急 行了我不跟你贫了 赶紧回家吧 看你的熊二代 走了啊 有事打电话吧 有事打电话吧 喂 你在哪儿呢 怎么了 有事吗 出来谈认吧 好啊 刚好我也想见你呢 寒我来 是不是想看看我多倒霉啊 怎么样 我提的条件你能接受吗 你不是特别想恢复自由什么 代写一书了吗 一 签字 你不再看看了 文静客遭死早超生 不就是钱吗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您怎么听 李太太 你好 怎么会是你呀 你又有什么事啊 李太太 我的委托人张晓范女士 已经跟李欣离婚了 我代表张晓范小姐过来 跟您家讨论一下 赔偿事业 你说什么 李欣跟晓范离婚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这位是李总吧 对 就是我先生 您好 您好 请坐 来 喝杯茶 就在前天 嗯 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呃 律师先生 我能不能看一看 李欣签字的那个离婚合同 不好意思 只能让你看复印件了 没事 我不会把它撕掉的 你放心吧 李总玩笑 好 谢谢 谢谢 这不是我儿子签的字 我儿子是不可能签上这种字 李太太 那上面有离心的心理签名 还有身份证复印件 对了 还有她的指纹在上面 她的指纹总不会是按错吧 那啊 就是你们把她灌醉了 强迫她签的 李太太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可一定要有证据 这份合同 我们家是不会认 这个官司 我们和你们打定了 什么说两句 律师先生 你啊 你拿着这份合同到我们家来找我 是什么意思呢 讨论赔偿事宜啊 十天前 我已经把离心扫地出门了 并且请律师出具了具有法律效率的合同 严格地说 我们已经分家了 跟她并无来往 您的意思是说 你已经跟离心断绝了福的关系了 是啊 可以这么说 嗯 我们现在跟林心的关系 就是 她是她 我是我 你们要找这个赔偿 可以去找她 至于她认不认 肯不肯还这笔钱 有没有这笔钱 跟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我们已经跟她分家了 好 我明白了 李总 对不起 打扰二位了 嗯 好 再见 再见 不远送了啊 老李 这怎么回事这是 你看 我都想到了 所以我提前做了这一步 你看那合同了吧 人家要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折线 根本没提什么财产 他们要的是赡养费和赔赏金 事情 怎么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方呢 你说那个小凡吧 平时看上去挺乖的是不是 他真的是 知人知面不知心 把人逼急了 什么事做不出来呀 咱们家这个李欣哪 真是的妈妈呀 又不争气 你说好儿子不过 这事让她整对你说 我愿意这条情路享受相随 你追着运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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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的大律师 终于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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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严 你先让他们出去聊一会儿 喝两杯 李欣啊 我还真是第一次 在这种地方来探工作 那只能说你的工作经验 还需要再丰富一些 请坐吧 可能你觉得这里对你来说 有点不自在 但是在这里 是我唯一能够找到自我的地方 你们这些个整天只知道 工作赚钱的上班族 永远都不会懂得 什么叫做自我释放 没错 如果我有一个像你那么有钱的老爸 我想我也会来这种地方释放 可是没办法 我首先得学要把自己的肚子给填薄 什么意思 李欣 这个世界有时候是公平的 但有时候真不公平 就比如说出身吧 你的平台就比很多人都要好 因为有些人从生意来所有的东西 都得需要自己努力打拼 才能得了 你不需要 你只要打个口哨 照照手 就已经有人帮你把它办好了 所以 你的人生没有目标 也没有责任 更没有未来 你无所事事 你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感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 我觉得这世界有时候是真不公平 看到你能落到今天这不田地 我打心眼里边相信 这个世界有时候真的很公平 我怎么那么想抽你呢 假如我劝你最好还是冷静一下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已经没有钱 再来支付另外一笔昂贵的医疗费了 自己好好看看 假如你不喜欢的话呢 我劝你最好不要撕了它 这可是付一件 这什么 我怎么又要赔到五百万 这可是你自己签的名 没有任何人逼你 而且我的委托人张小凡 已经充分考虑到你现在的财务状况 八百万不要了 改回到五百万 是你们自己把价格抬到八百万 现在要跟我玩什么降价促销 我是不是还要感谢你们 我靠你 我没这么多钱 我们已经充分地调查到 你明家的动产不动产现金股票 加在一起大概有一千多万吧 五百万 数目不是很大 你付得起 你回去告诉张小凡 我离心一分钱都不会收到的 那好 我们什么时候办理赔偿事业 等我清算完财产之后 我就赔给他 好 那么我就静候你的家英雄 回见 去过那个某些人 我可以帮你送到我的愿者 我可以帮你送到的你 我可以帮你